Tapa不仅是一种物料,也和性别,仪式,文化传播有关 我们展厅里有几块非常大的Tapa部 大家可能会好奇它的用途,包括制作物益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么就让我们欢迎两位了,是为大家来介绍 这次节目的节目,欢迎大家今天的副约来到今天的第二场讲座 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话题是树皮布,我们称它为卡帕 特别是用保里西亚的树皮制作的卡帕布 我们看到这张幻灾片是老师最喜欢的一张图片 它是展现了夏威夷的19世纪的19世纪 一种非常传统的一种生活的景象 我选择它因为它发生了一个关系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提到的测试 我们有一个测试的测试 我们有一个测试的测试 这里有一个女孩制作的测试 那么为什么我选这张图呢? 因为昨天呢我们讲的是这个大洋洲的航海 那么左下角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滑板 那么昨天我们也讲到大洋洲人非常擅长冲浪这种运动 那右下角呢我们也看到当地人正在制作塔帕 那么我们说什么是塔帕呢? 那么在大洋洲呢,塔帕就只用树皮来做的这个布 或更加上枝製作成一部分的樹枝 我们用这个树的一个部分 就是它的树析内侧的这一层来做的植物 所以,前面再进入更加上的树枝 我还想让你提供的树枝 我们的树枝製作业 我们的树枝製作业 但我会返回来的树枝 由于这个名字的泡泡 它是由于第一个关系 中游戏和欧洲人的关系 那么这个泡泡这个词 从哪里来呢 其实这个词呢 要起源于大洋洲人最早 和欧洲人接触 当欧洲人的关系 当欧洲人遇见游戏 他们的泡泡 在18世纪 欧洲人第一次和大洋洲人 相遇的时候呢 大洋洲人就赠送给欧洲的航海家 泡泡 欧洲人就听到他们口中 说的这个词叫泡泡 然后呢他们就在航海之中 把这个词记下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词呢 就专门来指称这一类的织物 那么在夏威夷呢 实际上当地人称这个泡泡 他们是称为泡泡 不是泡泡 而且这个词叫泡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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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树皮植物这样的一个技术它不仅仅是存在于太阳洲 其实在世界的其他的地方也有特别是在地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热带的地区都有这样的技术 所以我们用这些技术的技术的技术的技术 在这里的地区域的主要树皮植物 除了太阳洲以外还有东南亚 东西中西西西南美中美洲和这个 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在其他的地区的一些树皮植物 比如说这是南美洲的 这是一个巴西的地区 它的一个藏地区 然后这些银子是一样的银子 也有这些银子的银子是在某个地区里面 我們看到的泡河的河 尤其中一個日本人的泡河 尤其是 日本的泡河 尤其中一個泡河的泡河 尤其中一個 我們另外在非洲 在歐洲 定義的泡河 尤其中一個 在2008年 這種技術已經被聯合國科文主制 涉及非藤術文化一產 在中国也有树皮布的植物的使用,在海南岛,里祖, 但老师对这一块了解不是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听众当中有人对这个传统比较了解的话, 那老师会非常感兴趣。 在印度尼西亚, 您可以看到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是在肩膀上, 这件衣服是在肩膀上。 在印度尼西亚也有这样的传统, 这件外套像是一个披风,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植物上面有一个缝, 那这里就是头部套进去的一个位置。 那么肩膀上有一定的温度。 它是在阶内有的参律。 那我们看到里面的大阳洲, 那么当然它肩膀上的耗盛进去越来越南岛, 它有所交出的方式, 也实际上的很单属, 这是最维修乘的トAP。 我们在大洋中的哪一个地区我们还在用塔帕呢 我们有些地方呢我们曾经用现在不再使用了 有些地方呢现在还在用 那么主要呢是密克罗尼亚和波利尼西亚这两个地区 那么我们用什么来做塔帕呢 我们是用树皮的内部的那一层 树的内皮来做 是密克罗尼亚是密克罗尼亚的树 这是一层线的线维 然后呢它位置呢就在屎皮的底层 这一层呢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层呢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胞和营养的来源 然后呢我们用三种类型的树 来做塔帕 这个椽子呢 里边的树皮呢 它是密克罗尼亚的树皮呢 这个椽子呢 它是密克罗尼亚的树皮呢 就是密克罗尼亚的树皮呢 这一种树 树呢 它的树皮呢 是密克罗尼亚的树皮呢 做出来是密克罗尼亚的 最后一种绒术呢它是以内树皮的颜色呢是棕色的 那我们主要接下来讲呢是用高树来做的这个塔巴 那刚才老师读的这三个词呢就是在当地语言当中怎么来说这个 这都是在这个富货街道 夏威夷道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地方 每个岛屿它的字呢比较接近但是呢还是有区别 那么这种树呢它一般是最早是起源于亚洲 那么主要是在热带地区或者是 那么其实呢除了大洋洲我们在巴黎也会能够找到这种树 或者是在法国的南部也有 那么在巴黎尔西呢这个树呢这个树呢是由男性来负责的 那么首先呢它们在这个 插这个树种的时候呢它们是非常紧的 排得非常的紧密这样子呢这个树长大以后呢它的树干呢就比较的直 那树能够长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树长直了以后呢呢 我们在这个取用它的内皮的时候呢这个树皮呢就会比较的长 那么因为它们种的比较密呢就可以这个防止这个树枝开刹开得太冒密 那么防止这个树干上面比如说会出现树洞啊等这样的情况 那当我们这个树长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呢它们就会在树根的地方呢把这个树砍下来 然后呢去掉所有的树叶和树枝 只留下树干的部分 然后到了这一步之后呢就由女性来负责后面的步骤了 那我们在做这个植物的时候呢有两种方法能够得到这种树皮 或者呢像我们图上这样呢我们是这个树枝的方向去切开它 然后呢把这个树皮呢也是垂直的方向把它拉下来 然后呢把它拉下来以后呢再给它分层 把这个树枝的树皮取下来 那么第二种方法去树皮呢就是我们用那个外侧 先把外侧的树皮给剥掉 剥了以后呢就一下子可以把这个内侧的树皮一下子给剥下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女性负责她们去处理这个取下来的这些树皮带 那她们会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 每个不同的堡羽她们都有不同的传统 比如说这些树皮呢她们可以用清洗 晒干然后呢也可以浸泡或者呢是卷起来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些树皮带的树皮带 那么下面一步呢非常重要就是要敲击这些树皮带的树皮带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她们用一个这个沾板 那么左边呢这个图都是老师自己拍的 左边呢是在北极岛它们是石头的石沾 右边呢是竹子做的这个沾板 然后呢就是用一个这个棒子来敲击 在这个板上敲击 然后呢就是用一个这个棒子来敲击 在这个板上敲击 就是让这些树皮呢更加的保持湿润的状态 那么她们敲打的这个工具呢 一般是用这个比较硬的木头来做 她们称它为铁木 所以我们看到有不同种类型的板子 在这边的板子来说 在这边的板子来说 这个材料的工具呢 也是各不相同的 有不同的形状的材料 在这边的板子来说 在这边的板子来说 我们用一个板子来说 一板子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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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板子坑道 我们看到最左边呢 是这个波利尼西亚的一种 真的超级的工具 它一般来说 用这个圆柱形的手柄 然后在这个头上呢 它是一个平行的四面鑫 在这个Polynesia这种工具上面呢我们看到它刚才说它是平行四面体然后呢在它的正面还会有奥槽 然后呢它总是有一面是平滑的还有一面呢是带有这个高架的 所以那女性呢它是先用一个高架的高架的 然后呢再用其他的面其他的面呢它也有奥槽但是这个奥槽呢比较的小比较的 然后呢再用其他的面其他的面呢它也有奥槽但是这个奥槽呢比较的小比较的 Tandis que en Nouvelle Calédonieon a une forme différente 那么这里是在这个新 Calédonie这里它的这个小器的工具呢它就很不一样了 avec toujours pareil un manche cylindrique mais la partie active là elle est en forme de jive 那么它当然就是也有一个这个手柄也是一个圆柱形的这个手柄 但是呢它的这个敲击的这个头呢像一个子弹头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蛋头呢它也是有这个凹槽的但是呢有非常小的这种小格子 那么这是夏威夷的一个小器的工具 它又跟刚才的不一样那么当然它上面呢也是有一些图案也是有奥槽 那么它有的时候呢是这个的形状或者呢有的时候呢是其他的形状 那么它们用这样的这个小器工具来敲打以后呢 这个得到的这个植物呢上面也会留有它们上面的这些花纹 就好像是一个印花的一个模板一样 这就是了一个白墙吧 这是在这个影像中和巴黎的一种滑屁之骨 结构是一个小ia画的树柄 那么它是一个小物质的树柱 它是一个透明的树柄 但是它是一个芝麻的一个树柄 那么仔细去看呢其实上面是有小的格子 然后每个格子当中呢还有一个通信点 其实它的一个敲击的工具呢就是上面就印着这样的图案 donc comme je vous l'ai dit tout à l'heure en Polynésie, l'art du tapa est un art féminin 我们刚才也说了在关西西亚呢 像这样的 tapa的这个艺术呢实际上是一个女性化的艺术 这里有一幅图是我们现在能找到的最古老的关于当地女性 正在制作的这个图片那么它是在塔西西亚呢 那么这幅画这个画家呢 他叫这个 Sidney Parkinson 那么他当时呢 他就是和James Cook船长 他第一次出海的时候 到达了太平洋 他也在这个船上 那么这个画作呢 是1769年完成的 那么整个的这次航行呢 应该是在1768到1771年之间 而这次出海的时候 我们说那些船上的船上 没有写写 所以他们也没有表现 自己在做的事情 这是为啥是重要的 知道这类类类类的 这类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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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第一个西兰之后 在西方的西方 今天这次出海的 也知道在这个地区他们都是没有文字记录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当时早期的航海家或者旅行家 他们的这种画作或者其他的一些记录 对于保留当时的分图人情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张图上我们看到女性们一起工作 在这张图上我们看到她们都坐在一个大的一个木的砧板上面 然后这砧板上面就摆着一块很大的一个砧板 在这个女性的身旁呢好像还能看到这个椰子壳 在椰子壳当中呢是放的水 她们应该是时不时的要用水来让这个浸润这块布料 然后呢我们还看到她们这些女性呢 手上都拿着这样的一个椰子的工具 那么他们在这个一起来做这个椰子的这个时候呢 其实也是一个知识传递的时候 然后呢它是一个集体劳作的一个过程 那么女性呢就聚集在一起一边歌唱 然后呢这个敲击的时候呢好像是一种打击乐器的音乐一样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种传统呢它是非常好的延续下来 从我们刚才的这个 Sidney Parkinson 1769年的这一幅图画到这个昨天这一幅呢 是在这个斐济博物馆保留的这个图 一直到右边是70年代拍摄的照片 那这个传统呢一直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非常独特的一个时光 那么 他们年长的这一代女性呢 就会把很多的这个知识 或者是和这个塔巴不相关的一些内容 传授给年轻的女性 她们教授的技术 但是也有些传授的 但是也有些传授的 他们也会 口头来讲很多的一些传说 一些故事或者是和塔巴相关的一些 一些故事或者是和塔巴相关的一些 一些一些传授啊 的历史 在这一刻 这种语言呢 也就是伴随着这个劳度的过程 所以它这个织物在完成之后呢 其实这种语言呢 其实也好像在浸润 在这个织物当中 是这个织物呢 又有很多的这个 新鲜的东西 就是这个织物的价值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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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织物的价值 所以 这些织物的价值 那么 这些织物的价值 那么 这些织物的价值 这些织物呢 它可以用这个不同的方式去做 比如说呢 它可以 敲起以后呢 折叠 然后呢 继续敲 然后继续敲 然后继续 那么 那么 最细的这个织物呢 它可以像花边一样 非常的 这个细致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做 我们可以把好几层不同的这个 树皮 桥 把它叠放在一起 然后呢 通过敲击 把它们 把它们 做成一个非常大 非常厚的 这样的一块 植物 那这样的一个技术呢 就有点像做这个 鸭毡 做这个毛毡 这样的技术 那这样的一个技术呢 就有点像做这个 鸭毡 做这个毛毡 这样的技术 那我们要做这个大面子的 的话呢 我们也会用一些这个 植物的这个胶水 就用一个大面子的 做这个 鸭毡 可以把不同的鸭毡 都在一起 可以把不同的鸭毡 可以得到一块非常大的 植物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 的脂肪 的脂肪 就是 像 的脂肪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 就是一种 的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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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成 脂肪 的脂肪 今天 今天 这些脂肪 的脂肪 的脂肪 就是在脂肪 的脂肪 的脂肪 可以在这个 植物中 提取 或者也可以到 商店里去买 的脂肪 那么 这个脂肪 可以 这个脂肪 可以成为 脂肪 非常大 像 这个脂肪 这个脂肪 非常的长 可以长达 20厘米 那老师他看到的最长的塔塔布呢是32米长 但是老师知道其实他们还会做更长的这个更大的这个塔塔 可能会长达就一百米甚至五百米 那么有些塔塔布呢上面是没有装饰花纹的 也有一些呢会有一些装饰的图案 那么在保里西亚呢如果要做这个塔塔上面的装饰呢我们也有不同的方法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毛笔来画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毛笔来画 那么这个笔呢也是这个自然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水果叫做路豆树的这个果实 然后我们取出一根的然后把上面呢这个剪成尖的就像一个毛笔一样 那么或者呢当地的女性呢也会用锅锅或者呢是用这个椰树的树叶的这个金来做这个毛笔 了 那比如说这里呢有一个这个塔塔的一个图案是 是塔塔塔的一个图案里面的图案 他们是做了一个装饰的一个塔塔 那么这个图案呢也在我们上帼的这一次展览当中展出了 我建议你去看它 因为这里 这些设计 完全没有太大 你会看到 整个细节 的每个细节 都可以看到 在两个角落 形成很细细 那么最好 还是去展厅 去现场 去欣赏这个作品 因为我们在这个 PPT上面看的 不是很清楚 但是如果是 现场仔细去看的话 它的上面的图案 做得非常的细致 它所有的小方块上的图案 做得非常的精美 另一个技巧 在 Fiji 还有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在 Fiji 用的比较多 但是今天 还在用这个 路口模板 来做 这种方法 用的比较多 但是今天还在用 那么它是用这个 橡胶叶 来做的模板 那么它是用这个 橡胶叶 来做的模板 那么现在女性呢 他们也会有其他的 一些材质 来做模板 比如说我们 拍那个 X光光片的那种 指头 是一种方法 这些方法 的模板 是一种方法 的模板 是一种方法 的模板 从花中到一种方法 有的时候 是几个形状 这种方法 是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 是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这一幅作品呢 也是在我们 这一次的展览当中 展出 所以呢 再次 邀请大家 去展厅 去看 那么它当中 很多的细节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女子生活 是在其他组绿维埃 位置 这里 这样的地方 是可以放置 大腿 西部 的时候 这样的地方 比如说 这个地区 iç 内部 这种方法 他们都想用另外一种方法 这些地方 这个技术就有点像压磨的这个方法 那么它这个模板是怎么来做呢 我们看到左下角实际上就是它这个模板 实际上是用这个树干树叶来组成的一幅图 然后呢我们把这些树干树叶都分在一个底板上面 然后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模板 有些类型的类型 有些类型的类型 那么还可以做很多的结合形状 什么灵形啊等等 然后呢我们用一个压磨的一个东西 上面这个东西呢比较重 而且呢可以浸润了一些颜色 然后呢就把这个模板这个东西在这个模板上面压过去 那么这个模板呢 这个模板呢就是一个立体的模板 那么通过这个上面的这个模板 因为它是新做的一个模板 上面还没有染上颜色 然后呢 我们有这些类型的类型 这些类型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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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根据这个类型的需要呢 可以去剪裁这个搭 然后可以赠送在类型场合 可以用来做赠送 那么在二十世纪呢 还有一些地方呢 它会用这个模板呢 它是用刻木做的模板 它不是用这个树叶和树枝做的 但是它是用这个木头 但是它是用这个木头 它是用这个木头 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这个模板呢 它是用刻木做的模板 而这些是派出品的学生 还用另一个技能 它是用来做的 这个杂花他用来做的 这个杂花用来做的 然后这个杂花是用着 来做的 然后这种木头 那些鞠花是用来做的 所以这些杂花用来做的 那就是它用来做的 在顏色上的顏色 在各地的顏色上的顏色 这些顏色的顏色是先进入顏色的顏色 然后敲在这个顏色上的顏色上的顏色 这些顏色的顏色也有多的顏色 一般的顏色也是几个顏色的顏色 我们看到这些顏色的顏色 我们认为这些顏色的顏色 そこら有首饰的顏色 这是一个顏色的顏色 我们看到这些顏色上的顏色 你会看到的顏色 这顏色也用到顏色的顏色 这顏色上 发造肆肉 就在顏色上的顏色 当我们提到的顏色 这顏色就是顏色 出色的顏色 它們也使用烏仁或枸杞 我們有這裡有一個印象的枸杞 有時候它還有其他的水果 有時候像椰子樹、椰子殼來做 我們看到這兩位舌頭在哈WAII 他們帶著這些模特兒 印上一些模特兒 這些模特兒的模特兒 這些模特兒的模特兒 那這也是這個夏威夷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線條 它是重複出現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上面的顏色比較多彩 有棚色、紅色和黑色 這些模特兒 這些模特兒 塔西騎 塔西騎它的塔帕 它也是非常有自己的特色 它是用的是絕葉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樹葉來做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條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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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在邊緣的地方 也有一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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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用絕葉來做的 就好像 如果披上這個披風的話 就好像感覺 頭部呢是戴著一串 用絕葉來做的項鍊 有很多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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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把它放在這個 整個的塔帕 浸在濕土裡 或者浸在燃料裡 我們可以把整個塔帕 在濕土裡 我們也可以把它放在燃料裡 就像在濕土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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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一個傳統 所有這些技術 都已經使用了 前來的歐洲 除了這條線條線條 除了這條線條線條 也可能開始了 在歐洲的歐洲 在歐洲的歐洲 所以這些塔帕的技術 其實都是在歐洲人的 看到了大洋洲 除了那種 用植物的葉子 或者是用竹子 刻磨板 印刷的技術 可能是和歐洲人有關 也就是在十九世紀以後 才出現 為了這條線條件 女人們用主要填動 一些嘴角 基本上是植物原料的 要做這些結合圖案 他們要填充 这些染料基本上是植物染料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 最主要的色调的色调是 它的色调是中色,红色,橙色或者黑色的色 我们也有几个例子的几个例子 我会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染料也有无穷无尽的方法 我会给大家列举几张图片 例如,我们可以使用的蜜蜜蜜 这是个名字的哈依仙 这里是水和植物蜂蜜 US 1E3 跟森草蜜蜜蜜 面称1 我以为洲一个身体 黑里面有一点红色的 红里带黑的这样的颜色 这又是一种 另外的一种水果 叫Pua 它的颜色 就是非常亮的橙色 然后我们在里面 想要调一点黑色的话 我们就用右边的 这个叫石立树 它的籽 炭化以后 来给左边的这个 Pua 这个水果 调在一起 然后我们继续的水果 我们搭配的水果 为了白红色 这也就是这个红色 用来做的 在Polynésia里面 像右边的这个石立树 它的里面的这个籽 炭化以后 然后我们把它 像一个炭化的这个粉 一样的东西呢 再和水调在一起 就可以变成像 黑色的墨汁这样来使用 这个图呢 可以被取得到 跟这个森子 或是跟 获胖的这个森子 我们看到这个森子 这个图呢 告诉大家 这个黄色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主要是用右边的这种水果 然后呢也可以朝一些 左边的这种树皮里面的黑色 然后在沙发里面的 这些霜炼 是在沙发里面的 那我们不看到这个毛病 是在沙发里面的 是沙发里面的 有一个有门的 是沙发里面的 这些霜炼 是沙发里面的 这种特别的粉色是夏威夷的女性 他们用当地的特别的腐盆子来做的 有些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的粉色是 这种药的药物是 这种药物是蒸的 这种药物是西波利尼亚地区 它们还有一种专门的类似于燃料 就是用这种植物 它当中的果实的籽 把它们搅碎或者把它们浸润 以后就会像油漆一样的一种东西 那么还可以覆盖在塔塔上面 我们看到这种颜色的颜色 它们被盖上了这种颜色 它们给予了一种颜色的颜色 这种颜色的颜色 也很厉害 那么像右边的这个图 就是用了这样的一种颜色 给它一种非常亮的感觉 像是上了一层漆氧泡光一样 然后呢 而且看上去好像是很脆的感觉 这就是它们当地人追求的这样的一种效果 那么这些准备的准备 我给大家介绍了这些准备 这些准备的准备 需要一些知识 与其中的草莲 在他们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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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的季节性 在他们的颜色 我们都非常了解 这些准备的准备 都不影响了 那这些准备的准备 都不影响了 那这些准备的准备 他们呢 他们对于他们自然的知识 是非常的广泛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一讲 这些准备的用途是什么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一讲 这些准备的用途是什么 做一个就是像窗帘一样 就隔绝这个 把那个房子内外隔开 把那个房子内外隔开 做一个就是像窗帘一样 就隔绝这个 把那个房子内外隔开 做这个被子 那么还有一些礼仪的这个用途 比如说 作为一种财富的象征 另外呢 和这个生死相关的一些仪式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仪式上面 会用到的仪式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仪式上面 会用到的仪式 那在这个 他的一些植物 他们引进到大阳洲之前呢 1999世纪之前呢 塔帕主要用来做服装 Dul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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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也被穿在盤子上,在製作、在紙巾上 它們也被穿在紙巾上,在紙巾上 像是在這製作的大廚師 或是在紙巾上的圖上 還是像是像是披風一樣 是它西西的一部圖 我們也看到在這製作的中心 都是主法和武術研究 那這是一個首領 也是一個戰爭的首領 我們可以看到它揹著他的臀座 這製作的特色 它們是有製作的 強烈建造這製作的馬虎人 是製作的 就是家製作的 这是这个马基斯堡上的一个首领 他披的这个塔塔 我们看到是同颜色的 所以呢我们看它是用这个绒术来做的 那我们看到这些是塔西提的 他带着几个厚的塔塔 转到他的肩膀 在他的肩膀上 在他的肩膀上 那左边呢是塔西提的一个首领 他披着几层的塔塔 做围巾啊 做这个肩膀啊等等 在塔西提的我们也可以戴上好几层的塔塔 然后呢 也就是在库克的 这就是在库克岛的一个塔塔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皮肩呢 它的边缘呢还是流苏的 当中还有一些空,是零行的图案 透光的零行的图案 所以,这个泡是当地的女性来做的 是成为这个女性的一种财富的象征 因为它是成为这种财富的财富 这种财富的女性是财富的 这种财富的女性是财富的 财富或是交易的 在这段階段的组织 这种财富的组织 这种财富的一种财富 互相交换 作为财富的一种交换 这种财富的各种各样的财富 也就是别人参加婚礼 送的财礼 这里是在这种财富的组织 的一种财富的王国的皇帝 在这种财富的财富 这种财富的财富 在这种财富的财富 在这种财富的财富 在右边的图案是 唐家的一个国王去世的一种财富 大家就是在地上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财富 当时的财富牙 这个作品也是在我们这次展览中展出的 它是一块塔盘 应该是在20世纪初 在欧洲人途径这个富途拿岛的时候 在一个仪式上面 当地人赠送给欧洲人 这样的一块塔盘 塔盘也和传统的 古典西亚的一些宗教 有很强的一个关系 他用了衣服给人员的高级 特别的衣服 特别的衣服 像这里的塔盘 这个塔盘就是做非常身处高位的一些人 他的服装 或者是和葬礼相关的一些服饰 比如说像这个图上的塔西提 那么像这个葬礼 像塔西提 他主持葬礼的这样一个主持人 他要穿上这种特别的 不同层的塔盘 来做的这个服装 我们看到他呢 这边他带着一个面具 然后呢上面还有羽毛 然后呢上面还有羽毛 然后呢 另外呢 他还带着这样的一个 像有这个珍珠亮片呢 这样的一个 颜色 颜色 然后呢 然后呢 这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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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还有很多小的 像珍珠片 它们都是在这个植物上面呢 但是呢 但是尽头 这边呢 这个地方呢 这边的原型 这边的大约 是这边的 这边的 在下面呢 这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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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套衣服里面,它其实是穿了一个Tapa的服装 也可以是单色的,也可以是像左边这个图上面,它是彩条的 而这套衣服里面,它可以用来做一个神的作用 因为这套衣服,它可以充满在一个位置的力量 它用Tapa包裹了以后,它就像是一个秽属地一样,就可以把这种神去活的秽属在这里 它把这种神灵,用Tapa包起来以后,也一方面是保留这种神力 来避免这个神力的散失 这是在夏威夷的版画上,我们看到这个神包裹着这个Tapa 那么就是为了保持它的神力不散,不散时 在夏威夷的版画上,它有一个神叫Lono,这个神是一个多重性的,多功能性的一个神 它可以象征着和平,也可以象征着一个多子多福 那么在一些地方,比如说像的基础呢 那么在一些地方,比如说像基础呢 那么像这个Tapa呢,有的时候也可以把它看作一条神路 那么在那边呢,会有一些庙或者是一些宗教场所 那里面的这个牧师呢,他会来阐释神给他们带来的一些旨意 那么像右边呢,有一个非常长的,非常细腻的,白色的一个Tapa 那么这个布呢,就挂在这个庙的当中 那么,从这个屋,最高的一个地方,一直到这个台阶,路口的地方 然后呢有一个牧师他就坐在塔塔上面 然后他就向神祈祷然后呢他会歌唱 然后呢他就祈祷让这个神能够降临 然后呢据说这个神呢就会在这个屋井上面 沿着这个塔塔布呢慢慢的下来 然后呢这个牧师呢他就会传递神的旨意 所以呢这种地方的塔塔塔也就当作一个神路 那在布林西啊比如说在马基斯群岛或者是夏威夷呢 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仪式也是和没有装饰的 这个橙色的塔塔塔是有关系的 Il s'agissé de structure architecture de plusieursmètres de haut on voit ici 那么在这些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建筑 它是高达好几米就像图上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construite en forme d'obélisque avec des perches plantées dans le sol 然后呢他的这个形状呢像是方前飞一样 然后呢还会有这个它是在地面上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然后呢他有一个围杆插在地上 然后呢在这个周围呢我们就会用塔塔把它包起来 就像是墙壁一样 trees 然后呢还有横幅 用同样颜色的这个横幅贴在这个建筑物的顶端 它们还会随风飘扬 这些座位是建筑物的最高的建筑物 它们是最高的建筑物的建筑物 像这样的塔楼一样 一般是放在一个祭祀的地点的中心 然后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建筑物 因为它是最高的 然后呢这个牧师呢 他就会邀请神灵到这个建筑里面 只有神灵才能进入这个建筑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牧师呢 他就会邀请神灵到这个建筑里面 然后呢这个牧师呢 他也会接受到神的一个旨意 然后呢 他通过这个口语来传说神给他传递的一些旨意 那我们昨天也讲到了 在这些地方呢 他都是一个口述的一个传递 那么他会通过这个口头的方式呢 来讲述一些神话 这些神话经常会讲述这个世界的起源等等 还有这个世界是怎样形成的 它的组织方式 人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世界生活 为什么会有塔帕这样的一个旨意识 起源是在哪里 在波尼西亚 整个地区呢 都能看到神光的神话 从这个 通过塔西地或者是到北部的夏威夷都能看得到 而那我们又看到了一天的妻子 我们已经在昨晚了一夜 她不仅仅是她游戏到岸上 她还保护了游戏 但她也有她的妻子 昨天我们在讲课上也讲了一个故事 跟妻子女神有关的 那这个妻子女神呢她当然到了这个月亮上面 会守护着这个航海的人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她 在这个神话当中呢 她也跟这个塔塔的起源有关 那么在这样的神话当中呢 我们认为也是这个妻子女神 她发明了这样的和塔塔相关的起源 这两个人是两个人使用的玻璃 来做塔塔的玻璃 比如说像这个龙鼠啊 面包鼠啊 都是由Hina发现的 这两个人是非常重要的 来用他们的鼠皮来做塔塔的原料 然后呢 然后呢 她就居住在月亮上面 然后在月亮上面它就会做这个塔帕 然后它会守护着航海的人 而且也会给当地的做塔帕的迷信 很多的灵感 艺术的灵感 在一些岛屿呢 塔帕这样的一个传统呢 但在一些岛屿呢 已经相守了 在一些岛屿呢 塔帕这样的一个传统呢 已经相守了 但是呢 还在另外一些岛屿呢 还一直这个传承下来 那它的这个图案呢 我们看到随着历史也会有变化 从最早的几个图案到这个植物图案 到现在呢 也是一个有抽象的图案 你看到这个塔帕 我们看到它呢 有几种不同的图案 在边缘上面呢 也是一个锯齿状的几个图案 中间呢 是一个植物灵感的图案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植物灵感的图案 然后这边呢 是非常具象的一些图案 这边呢 这边呢 这个图案呢 大家仔细看呢 有点像这个唱片 这个图案呢 这边的图案呢 这边的图案呢 大家仔细看呢 有点像这个图案 那边的图案呢 我们放在这边 这里有一个锯齿 那边的图案呢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个锯齿状的图案 然后下面呢 有一个锯齿状的手指 然后上面呢 有一个锯齿状的手指 然后上面呢 这个锯齿状的图案呢 是像一个锯齿状的 因为这样呢 因为在图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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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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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传递了很多 不光是一个装饰 象征 他上面还会传递一些信息 这个图案呢 这个图案呢 他就讲一个故事 这个图案呢 这个图案呢 certainement que quand le gramophone est arrivé à Tonga avant ça n'existait pas ça a été apporté par les Européens 那就是肯定就是之前呢 Tonga是没有这种 唱片机的 然后呢 就是随着欧洲人的到来呢 把唱片机 带到了 Tonga Et donc 这些物件 qui d'un seul coup fait de la musique 啊 vraisemblablement étonné et séduit les femmes 那像这样的一个机器呢 它能播放出美丽的音乐 肯定就吸引了 Tonga的女性 他们就有点 那些人的手术 那些人的手术 也有点 那些人的手术 那些人的手术 然后呢 他们就看到 他们这些手术 给了他们当地的女性 很多的灵感 他们就把这个图案呢 就是 画在这个 这个图案上面 但是也是 结合着 传统的一些图案 然后 而且我们看到 它这个 它是可以 切成不同的块的 然后可以 在不同的仪式上面 赠送啊 交换啊 等等 在鱼里斯 那些人的手术 以来 这些手术 是 有些人的手术 这些手术 是 那些人的手术 那些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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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我们看到是海洋世界 左边是大地上发生一些日常的活动 我们看到这些女性的游戏里面的游戏 我们看到这些游戏里面有很多艺术的游戏 这个东西就表现了很多东西 这种东西非常豐富的东西 这种东西的东西 这种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已经说了这种东西 那这种丰富,包括物资的丰富对于波林一下或者太阳洲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昨天我们讲座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仔细看看一些局部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可以看到有人在爬到椰子树上面去摘椰子 那男性呢就是种田回家然后背着一些椰子等等回家 有些女性呢在跳舞 然后呢有一些人呢她们出汗了 也是这个昨天我们讲到的这个 然后还有带平衡器的这种东西 这里呢还有一个女性呢她正在跳打 这就是这样的同时 在这次的魏西党的陆柱里,没有什么剧菜 那在这次的陆柱里,他们的陆柱里不是一直留意的陆柱 在这次的陆柱里,这一步的陆柱里 是组的陆柱,这里是组的陆柱 她的圖案变化了从早期的几个圖案变得非常具象的一些圖案 她的圖案也是有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圖案 好像是这种文身的圖案 在哈威亚的製作的製作是终于在哈威亚的製作的製作 但是在这70年代的製作的製作 她开始做了一些研究 她们在学校的文字上 在学校的文字上 在学校的文字上 或是学校的文字上 在学校的文字上 她们又重新发现了 她们在学校的文字上 她们又用了个技术 以那个文字上 她们又用了个技术 在一些衣食的舞蹈上 可以穿着这些製作的製作 白色的细胞地 这是一个设计的适法 另外一次 对护盖中的糖果 与檐历史的登场 在夏威夷,塔塔也使用非常廣泛 在节慶礼室上,不管是男性、女性 都会穿着塔塔的裙装 或者是礼仪的服飾 其实对于马来,布林西亚人来说,塔塔的服装是历史非常悠久的 这个塔塔呢,它也讲述着女性的一些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 还有呢,人的一些生活原则 还有它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变化 这个塔塔塔呢,它也讲述着一种包裹的艺术 它可以包裹一些东西 也可以把一些不同的东西分裂它来 而且,塔塔也展现了我们对于这个植物世界 植物环境,一个非常细致的了解 而且,它也展现了在保里西亚社会当中 塔塔也有一个交换的功能非常重要 但是呢,它们也设计了一些新的塔塔 主要是做装饰员 也不仅是装饰员,不仅是装饰员,也不仅是装饰员 比如说,它们会穿着塔塔的裙子 或者是时装走秀,我们会用塔塔 而今天,在这些训练的训练 希望能够把这种古老的记忆 它的价值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 Tapa一直都是一种非常象征性的植物 它代表的是生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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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听到 Tapa的人家的枸树 在巴黎也有见到 其实在中国的温泰大部分地区 枸树也都有 中国过去经常都开了造纸 使用的就是把枸树的内皮 也是通过拨下来之后 放在水煮 然后把纤维软化之后捣烂 最后融在水中将特殊模具取出来 来造纸就是在中国的一个使用 可能在海南用来做这个树皮 但我太了解 另外我想起比较长 因为我了解好像在澳洲 有一种树皮画 想起比较像树皮画和树皮布 谢谢 首先我们的详细 谢谢你们的详细 其实你们会说的树 在巴黎也有详细 在中国的树皮 我们也用锡皮 我们用锡皮 像是在水煮的 在海南用水煮的 像是在泰鸡皮 我们也用锡皮 像是在泰鸡皮 像是在汤鸡皮 但在汤鸡皮 我们用锡皮 我看到你只是意识到的方式, 它是最大的那些特殊的特殊品。 亦有很多的特殊品牧场, 但是一开始的特殊品牧场, 这一方面的特殊品牧场, 在这里的特殊品牧场, 却产的特殊品牧场, 因为我们的特殊品牧场 和其他部分的特殊品牧场, 在北京的最早的用途就是造紙 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记忆 而且实际上昨天的讲座也讲到 这一个地区的居民 其实早期我们科学证明 有些是从东南亚或者是有些是从中国的南部 或者是台湾地区 然后不断地进行航海迁徙到大阳洲的这个地区 然后然后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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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这个地区 我看的 这样 是 因为 都 在 它的 高度 但是 中工具 地区 或者 这一切 所以 你说的这个树皮和树皮是有一点关系,但是不一样 因为树皮它是用的树皮它外层 而这个树皮它是用树皮的内层 一层非常软的这个纤维来做的 而是在这些树皮上的树皮上的树皮上是用树皮的 那你说的树皮话呢可能是比如说像澳大利亚的土著人 他们的树皮话 这些树皮话呢就是树皮以后呢在树皮上面做画 所以这些树的中的树皮也不一样 它是用的树inger也不一样 他不会用这个敲击这样的一个流程 他就是直接在树皮上面画画 老师现在您两天帮我们介绍了丹安州的意义和喜好 那我有两个小问题想请教我一个一个问 丹安州这些原住民是不是完全不使用黄制机械的 黄制机械的 对就像我们之棉或者之丝 谢谢 在两个座场上我会说 对俄罗斯文化的发展 和俄罗斯文化的发展 有没有用到俄罗斯文化的设计 他有用来到这产工程 对俄罗斯文化来到俄罗斯文化的发展 但是它不是最廣泛用的技術 但是它们的最廣泛用的技術是 它们的最廣泛用的技術是 它们的最廣泛用的技術是 它们的每一样的多层的一个 这些高度的高度 对今天我们的飾处 也许是用这个装饰的 或者是用的 它们的新衣服 也许是用的 它们的衣服 也许是很不一样的 它们的衣服 有什么区别 能买现成的 或者是用粉纫的技術 来做的词照 谢谢 刚才您在照片中有一张包手笔的图片 那我想让您就简单一下 在白人到达台湾洲的出道以前 那他们阐述是用什么样的工具 是有没有他们有点金的这种技术 谢谢 当您的学生和美国人的质量 您您可以用于原本的质量 您需要的电脚 您需要用于原本天的质量 您需要用于原本地链 您不用原本地链 所以所有的技術都在使用的草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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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金属的使用。 在大阳洲整块,它都没有看到这个野草的一个痕迹。 当地人就用植物、矿物、贝壳、骨头。 但是从来之前都不用金属。 您好,我有两个问题。 刚才有提到塔帕那种树是男的重, 制造那个布是女的在做。 因为像中国古代它有一个叫男跟女枝, 我在想是不是跟这个也有一些关系。 另外一个就是,我比较好奇, 那个塔帕帕它可以洗吗? 那上面那些颜料,它会是色的吗? 叫做人长文字尔 有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 有一些咨诺,你提醒了一下。 这些咨诺,是女的 output。 所以,做人手有什么没人。 这样的文章是像她的签物。 在森林萝语里面的人, 那他们的用来, 在臭上, 是对家 느�有什么作品。 所以呢, 第二詞是是水泡的 是水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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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答不了 不太一样 你不想喝水泡的 不是太平常的水泡 不是太平常的水泡 所以 也许是 所以 你买了你的水泡的水泡 然后我们把他放在一起 或者是用来做的抹茶 或者是拆布 例如去试试 或者是用来做的抹茶 或者是用来做抹茶的抹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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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来做抹茶的抹茶 所以女性们一直在做抹茶的抹茶 而做抹茶的抹茶 但是我们不在 我们并不是一直在做抹茶的抹茶 人们都在做抹茶的抹茶 对于今天 那么反正当地女性一直在做新的抹茶 和新的服装 而且他们就是在做抹茶的抹茶 当地的抹茶的抹茶 不像现在的抹茶的人经常穿衣服 所以需要用来的抹茶的抹茶 也不是24小时需要穿衣服 对 对 对 好了 后来做的但是它有叙事性和记录性 那我的问题是说其实 因为我对大洋洲的历史了解非常有限 但是像北班球一些古老的民族 或者说像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 中国在就是汉代或者更早的民族时代 就是说很多纺织物里面的文样图案 它其实都有叙事性和记录性 就是他们承担了一部分象形文字的职能 那我的问题是说 还有像中国的藏族也是 所以它的知物本身就像一本历史书 或者是一个历史记录一样 可以传唱下来 即使他们原本没有这种文字 那我不知道说他怕是不是也承担这样的功能 然后还有就是说 如果他是承担这样的功能 一部分功能 他是不是有完整的这种历史故事的记录和传递 通过他怕来完成 他怕本身做一个历史记录和传承的一个载体 这个功能用 而是商量还是说是一本类的有anic文件 都是客气或间接耳是一本城的作品 是一本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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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一本城的作品 也在这种作品 还是一本城的作品 也在这种作品 也是有教人的作品 有試合的 在这个有意见 有关系 有些知性的 在我想到一些 那是一种类型的类型的类型 这些类型有几个这些类型的类型 这些类型的类型是有些类型的类型 也就是这些类型类型的类型 就有点像一个家族的类型 类型 哇,这就说明这个搭机也能传递一个信息 和这个搭机也能传递一个信息 这就是一个瓦利斯的塔巴 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讲述了一个传统的生活场景 比如说这个塔巴呢 它讲述的是唐家的一个特别的历史的时刻 但是老师不确定它是不是有相性文字这样的功能 是不是会有一些固定的文样 当然包括家族的一些传统 但是就是说相对通用 然后其实它是表达一些特定的含义 然后起到了一个历史信息记录或者传递这种功能 就是说相性文字 但是它是有记录我们传递的功能 就是有一定的逻辑性和续世性 这种达到这个程度 对我们常常会有几位写的文字 也认为这些东西也不完全一样,因为它是在不同的岛中,所以它一定通用,而且我们在这方面掌握的信息非常少。 我们知道有些图案的图案和文身的图案是有的,但是我们知道有些图案的图案和文身的图案是有的, 因为文身的图案也有关关系的图案。 也有关关系的图案,像一个家庭的故事。 然后,它是一个图案的图案。 它是一个图案的图案和文身的图案。 然后,它是图案的图案。 那它变成塔塔以后呢,其实也是对人体进行一种包括,而文身也是在人体的表面对人进行深吸的覆盖的包括。 谢谢教授这两天给我们的讲课。 那刚刚教授有讲,想了解一下海南那边的树皮布的一些资料。 我查了一下就是,我们海南里组有树皮布,目前这种记忆的话,这种树皮布的技术,还有不足五个人掌握这种技术。 最年轻的一位29岁,其他的都已经接近古希。 然后,我们这边的技术是,它直接在树上割两道, 然后用石拍把它捶到树皮与树干分离, 再把它割开,摸下来。 后面的工序跟刚刚说的非常接近。 在我们的古代史料中,西汉的史记记录了葛布, 但是不确定这个葛布是不是就是树皮,树皮布。 但是在宋代,元代的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是有树皮布。 在考古发现中,中江口在6000年就有石拍出现, 然后是海南的史拍是,看十四测定是4000多年。 接下来是在越南老挝,大概3000多年。 按照这个流传过程来说,就是从中江口到海南, 再到东南亚,再到环太平道。 然后,海南大学的首任文学院院长周伟明跟唐宁明夫妇, 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邓州教授。 他们三位对海南离族的树皮布, 研究了大概从1980年开始研究。 那可能这方面也许会给你有帮助。 谢谢。 谢谢。 咱俩说,私们是在花质的 asked工程。 但他在某巨大学中,有人发声。 体操作在某巨大学。 现在,在某巨大学院上做了一些小学院的学院。 中文是最大的学院里的学院。 我們在某巨大学中的大学院中的小学院。 我们在某巨大学院导 ate工程中的研究童是你和中国人以前不需要的估计。 我们在必须外面的学院。 我们在每个二所做的大学院里的学院里面。 就是電視你所畫的 電視裡面 我们是确实有的一些史上的史上的史上 在这些艺术上的丘子的丘子 在海南的丘子上的丘子上的丘子 在美濟丽子上的丘子上的丘子上的丘子 在丘子上的丘子上的丘子上 大家要在我们的授发布 我们的授发布 在1980年 到时 我们可能会给予你 在可以帮助 我们的授发布 谢谢大家 我这些关注 我 我们是在歷尔 在这些年期 在这些年期 在澳大利亚 你看到 当我们在研究 比方航 更多 我们在深入 我们在一项 我们的力 我们的力 看到 但是 但是来了,跟 przepacceptable 是你旅途吧 来我这些地方 这ITT 我以为太阳 flowing大道的43andidati 而可爱无论的 比小杂中的一些 小杂中原成的 beginner 最后个性的体系是越来越窍 就比较精专的某一个主题 那这一次来上海做讲座的机会呢 也可以给他了解其他地方的相关的一些艺术和历史 那或许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个联合的展览 关于这个李族啊 大阳州啊 放在上海的艺术 以后做一个专门的主题展览 但美确实在确实合我记得 我有点数据的码股 可以做到这些码股的就能够 出门的确上海 是影响的云国之间 在那里面中的辈路和县方面 有关关于云上海的码股 用石鲜的土壁 那些被码人用到码靠 是Lolibere 一旦是6000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道教有一个音乐 景城之间有一个音乐 就是有一个余神的仪式 像北方的一些小徒名族 他可能先烧一堆彩 然后就是宫之神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他从塔发布上面走下来以后 他的那个 就是周围的人怎么知道 那个神已经买到了 就是罗贝中间 能实施通过一个 互生的意思 就是互生在这个 互生的人身上 才是罗贝的意思 今天的口语考试太难了 我讲的名字 你可说的 你会说中间的 你会说是 中文字幕글ぞれ Tanner 上市 要是有身材人的宫童 是有身材人的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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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是只有你 我們有很少的事情 在這類似的宫道 是這類似的一樣 我们也认为西方人在旁边观察 但是我们对这些仪式的了解 还是值得甚少的 因为刚才讲的是斐济的一个 品神的一个仪式 但是我们都是作为西方人 在旁边观察 但是我们都是作为西方人 但是它还是一个非常内部的仪式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外人 只要了解的信息是很少的 那么我们所知道 就是这样的一个牧师 他是和某一个神 他有一个特别的关系 这个神像是他的一个特别的关系 就是那个神在宝宝 他在谷歌上的宝宝 但常常的灰燒是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 当然,您说的有一个烧柴的中国,有烧柴这样的意思 大量就没有看到,但是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沟通的一个灾气 然后,听过来,我献子一日光发出了比尔德 Subdata 我可能说更多的比尔德 而是一件事,正是一件事,在一件事 euh... 嗯... 对对对地者,应 Herzlichen 它是一件事,是一件事,它是一件事的 在一件事,在一件事,一件事,他在一件事的 他不是神的道德 他不是神的道德 但是在某時候 他就是神的道德 他自己知道 但是在某時候 他成了一個教育的代言 他不是神 他代替神的道德 但他經常在一刻 是在一刻的確 在某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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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某個方法 在某個方法 神就到了 但是神一定是在一世中間出現的 然後到一世結束 神又走了 所以在一世之前呢 通過祈禱或者歌唱 要把神醒來 要把神醒來 今天時間關係講座就到這裡 我們再次感謝一下兩位老師的 大家不要忘記自己的關係 謝謝 謝謝